小暖 AJ 宅漫漫說 哈嘍大家好 我是AJ 歡迎來到宅漫漫說 今天的錄音時間點是2021年7月8號 那我們偶爾還是要提醒大家一下 我們節目是什麼樣性質的節目 我們就是一個ACG垃圾化的節目 一點都沒有營養 一點都不重要 遊戲節目 你不聽 哇靠 你就損失股票 然後或者是跟你女朋友的關係變得不好 或者是你不知道你的星座運勢 你不聽不行 但你不聽我們節目 你可能就省下了一個多小時 我們節目就是如此的沒營養 如此的沒用 但它的好處就是你很適合放在 例如說你通勤的時候隨便聽 或者是你在做菜的時候 在做家事的時候可以隨便聽 因為你少聽一段 多聽一段 對你的人生都不會有太大的影響 其實是一個非常放鬆 非常隨興的節目 好 那我們今天呢 我突然想要 要介紹大家一件事情 就是因為最近比較常自己做菜嘛 那教大家一個小小的做菜的技巧 那是一個很加常的一個小技巧 就如果你今天你要煮炒麵 或者是義大利麵的話 你可以例如說 假設我們今天是煮台式的炒麵好了 你可能先加一般的加常麵條 那加常麵條如果它上面跟你說可能煮五分鐘好了 那你可能可以煮三分鐘就好 然後你煮三分鐘之後呢 你再把它下鍋拿去炒 就如果你今天是要做炒麵的話啦 那你再下鍋拿去炒個兩分鐘 那這個時候呢 它可能會比較不會炒的太軟爛 它的彈性會是比較剛好的 然後你在炒的過程中 你一定會加一些料啊 然後甚至一些醬油醬料之類的 那這個時候 你可以再加一點點你煮麵用的水 那你煮麵水呢 它裡面 因為你本身 它有澱粉嘛 因為你煮麵有澱粉在裡面 那這些煮麵水 它其實就有點像你用那些勾芡一樣 它可以把你的那些醬料跟你的麵比較融合一點 你的味道就會比較吃進去 那不論你今天是做義大利麵 那或者是台式炒麵 你要做這種有醬炒的麵 都蠻適合這樣的做法的 那我自己最近就還蠻迷上這樣做的 那我前陣子做了一個 就把吃剩下的滷豬腳跟 就是滷豬腳的醬料 把滷豬腳切碎 然後就醬料加進去 然後再加一點煮麵水一起炒 然後再把碎的豬腳肉 就最後再加進去熱一下拌一下這樣 然後覺得 超好吃的 那推薦大家這個煮菜的小小技巧啦 那還推薦一個 就是我之前啊 我以前就很單調 不知道這些調味料可以加些什麼 我可能就只會加胡椒 鹽 醬油 這些最基礎的 然後後來最近買了一個新的 就是蠔油 不是素蠔油 就是一般的蠔油 我記得好像叫什麼 李錦記這個牌子 錦是錦囊的錦記 應該就是記憶的記吧 我略用不確定 應該是這個名字 李錦記這個牌子的蠔油 那蠔油跟一般醬油比起來 它其實也是 算是帶鹹味的一個調味料 但它更帶一種肉的鮮味 因為它就是蠔油嘛 所以它就有一點那種 牡蠣類的那種味道在 但它那個味道也不會說特別的心重 它其實就真的就是一個偏肉的那種鮮甜味 那我自己是還蠻喜歡的 我覺得相比起醬油 更喜歡用蠔油來帶一點味道 那或者說你今天在做菜色調味的時候 你可能加一些蠔油來帶鮮 然後再加一點點醬油來帶它的鮮 混著用也是可以的 那只是你要自己小心這個筆 因為你兩種醬料都用的話 你可能鹹度比較不好拿捏 所以還是小心一點好 那蠔油的話我還喜歡它一點 就是它也相對不會這麼的死鹹 比較不會突然就 呃呃呃呃呃 表演到太多 鹹度爆炸沒救了 所以我最近覺得蠔油還不錯 推薦如果最近喜歡在家下廚的各位肥宅們 推薦可以買買看蠔油來使用 接著是我們的五星評論的回復的時間 感謝大家其實 因為我上一個Podcast的節目 其實大家留言沒有到這麼頻繁 那這一次 這個我可能也蠻鼓勵大家 就是可以五星留言的 那大家也就真的欸 蠻挺我的 阿РИКАДОGOZAIMAS MINA SAN 那我就也盡量積極的回復大家 因為就是現在也就是一次更新 大概就是一週大概四五折吧 那四五折趕快唸掉 其實也剛好就欸 一小段一小怕這樣子 不要累積太多 然後唸不完 也會稍微 delay到我们之后节目的进度 所以我觉得 好我们就是 每周播一点时间念 也是不错的选择 那大家就是记得 如果你喜欢我们节目的话 欢迎到Apple Podcast 给我们留言五星好评 感谢大家 那不论你是要 骂我 或者是你要夸我 或者想跟我聊什么 都请用五星好评 你就算是骂我呢 你五星好评 我都会念出来给大家听 让大家笑笑 我哪里做的不好这样子 那如果你今天是 想要夸我 但你给我四星 我也还是不会念出来的哦 大家记得五星 阿里加多 好 那我们首先这位是 Kami no Ryan同学 他说 人类二竟然准时更新 不可思议 从被选招来 孩子入看AJ的影片 之前看到AJ 初Podcast二话不说开始追 以前AJ因为分身 罚出我们把大量出片 希望团队之后 AJ能做出更多有趣的影片 会继续支持加油 感谢Kami no Ryan的支持哦 那其实影片的部分 是没有什么变化 其实影片的部分 我就是一个剪接师帮我剪 然后两个剪接师 有时候会交替着 然后或者有时候这个片 可能这边剪比较久 就先给另一个人 然后这个比较急的 可能是给另一个人这样 平常我制作影片 大概是两个人 然后还有一个 就是负责帮我弄一些 我觉得 我不用不一定要亲自处理的一些 文案的脚本这样子 那比较算是我的助理写手 他可能帮我整理一些 刑犯的资料帮我整理一下 然后或者是说 一些原作小说我没看的 然后有一些剧情 我会请他帮我去查去整理 然后帮我把它整理成一份 那个PET给我 不是PE 那个一份Word给我这样子 对 我有助理 对大概算两个剪接师 跟一个写手助理 然后Podcast目前是跟 上浪这间Podcast的公司合作这样子 那因为Podcast之前 算是以前是希望说 一集录40分钟差不多 然后后来就每次都录到70分钟 然后想说 不然我们就看成两半 就把前面ACG新闻 跟本周主题就分开来这样子 然后所以 现在大概的情况都是 前面是 ACG新闻那一part会有 煤工商时间加ACG新闻 那差不多就40多分钟 50分钟这样子 然后第二part可能就是 回答观众的一些QA 然后再加上这个 本周主题 那其实跟之前要做的事情 也没差太多啦 那只是把它拆成两半而已 所以就看起来片量变很多 所以之后可能会看到 这个我们频道的Podcast 变得很多的影片 没有那么多 好我也会努力的 就是尽量维持就更 我要 Do my best 好 下一位同学是 284848490101同学 想不到自己有机会来听AJ的Podcast 他这个字没显示到你的名字的后面 你的这个标题后面 我也没办法 我也点不开 Apple Podcast是什么系统 好 那如标题 那自己是听呱吉的Podcast的粉丝 我自己也是非常爱听呱吉的Podcast 每一集都听 那听完AJ的后发现 不愧是我们的议员扣挑 非常顺畅 人家 人家 除了是这个常常在拍片 又是这个有在练单口喜剧 然后又是这个要咨询市长的议员 人家的口条跟我是天差地别 或者AJ就像是小处男不熟悉的样子 谢谢你的夸奖 干 或许讲话的方式不同 没有要比较两位 都是非常不错的节目 期待AJ可以做得更好 好感谢你感谢你 这个瓜吉的这个口才之流畅 也真的是很厉害 其实在Podcast顶端的这几位 顶尖的Podcast 他们的口条真的是非常非常可怕 其实我自己 我一直都知道 并不算口条非常好的人 我要口条好 我一定要准备很多东西 所以像你看我的影片 可能我不敢说到 真的到多厉害 但我觉得至少是流畅的吧 我的影片 真的都是花时间 就是一直精简精简精简 然后在录的时候 有些都会慢慢发现 这个是罪子 这个是罪子 然后修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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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子 所以才会听起来 比较精简这样子 那其实如果我是今天 没有写一个非常 一个字一个字 逐字高的脚本的话 我就是会非常多的罪子 然后也会常常就是 想一下想一下这样子 很长啊很长 我自己脑袋并不算 转得很快反应太快的一个人 所以我就只能说 Podcast到底这个东西算适合我吗 我觉得其实还OK 因为我觉得我有东西可以讲 但是我的反应不够快 想的不够快 所以有时候 我通常就是可能 前置要多花一点时间 先设置好一些脚本 提醒我自己要讲麻吉帕 这样子 把我的脑袋的这个 算是提醒我自己要 今天要去脑袋打开哪一个档案夹这样子 算是帮协助自己 在录音的时候知道要讲什么这样子 那有时候听起来这一集特别卡 这一集特别多 我就可以老实 直接老实告诉你 这种状况就代表说 我这一集准备比较不足 那如果你今天听我 好像这一集蛮流畅的 没有就是 没有这样的话呢 大概就是准备很足 然后刚刚那样卡卡的 就是准备不太足啦 好啦直接让你们看破我的手脚 下一位 AJ我爱你同学 妖怪联络簿 问号问号 说到翻译 必须提到妖怪联络簿了 真的觉得夏目有人杖 好听很多 尤其是先听过夏目 再听到台湾翻 妖怪联络簿 我整个问号问号 很没气氛耶 很没氛围耶 我自己其实 当时在查这个翻译的 这一集应该是因为听翻译的 那几集来讨论的 我自己其实也有发现 夏目有人杖这个问题 因为夏目有人杖 他翻译就叫妖怪联络簿 我觉得其实 以字面上来说啦 其实台湾喜欢 大家比较好懂 就是从故事层面上就懂 从标题就可以理解故事 在大概讲什么 像上次我们有聊到 就是咒术回战的翻译 在讲 咒术回战这部作品 它的名字不用特别改 就是因为 你从中文就可以很快 很简单的理解 咒术跟回战 这种感觉 它就是一个 有关诅咒的这种超能力的战斗故事 这样子 很明确嘛 鬼灭之刃也还行嘛 就是一个杀鬼 然后只是可能以刀为主要武器的故事 这样子 那像我们上次有讲到妖精的尾巴 那妖精尾巴 因为Fairy tales 它其实在英文的意思就是童话故事 童话 那这样的意思 可能没办法让大家那么快速理解 所以台湾才翻译成魔导少年 这个也算是台湾常用的一个形式 所以翻妖怪联络部的这个脉络 其实算是可以理解 但相对来说 已经就是看过这部作品 然后只了解这部作品的氛围的人 就会觉得这个作品 这样翻有一点没有情调 意境没那么好 而且最也是老问题 就是其实夏木有人杖的原文的日文 就是写夏木有人杖 所以他也根本不需要翻译他的名字 我觉得这件事情 妖怪联络部算是一个可以理解 但是觉得稍微可惜的一个翻译 上次大家还有提醒我一个就是 古剑同学是沟通鲁蛇 这个我忘记我上次有没有讲到 这个我也觉得蛮尴尬的 沟通鲁蛇 鲁蛇已经是一个 算是有点过时的一个词 我觉得我真的觉得也不太推荐翻译使用 就是当下流行的词会使用 我觉得会有一点尴尬 就因为这个词不流行之后 他这个翻译就会看起来很落伍 这个沟通鲁蛇已经 已经完蛋了 真是尴尬 我们下一位同学 刚刚主委赞叹主委 没错 刚刚没讲到 刚刚讲到那个Podcast口条很好的 还有这个骨癌 哇骨癌的口条 真的是鬼一般的口条 听他讲话真的是没什么罪字 然后就批啪批啪啪的 这个也是知识量足够 口条也要够强 就是他两边都检举 真的是非常厉害 不简单 大家有兴趣 如果想要玩股票 其实你不玩股票 我觉得可以听 就是学一点 了解一下这个世界的财经的一些方面的理解 我觉得也是还不错 我一开始也是想要抱着一个 学习了解Podcast的心态去听股癌的 然后后来听一听听一听 好像也该学学买股票 开始买这样子 我觉得就是多少可以听一下 我觉得真的是不错 不错的一个Podcast节目 好 这里则是说呢 不管了 先吹一波 看到AJ先吹一波就对了 偷跟AJ说一声 之所以会打成JOE 他之前有留言 不小心把AJ的JIE JOE这样子 是因为iPhone的自动选择功能导致的结果 了解了解 因为我自己也深受其害 我自己也常常打错自己的名字 因为自动选择的问题 我也理解 所以我当时一看我也知道了 下一位同学是 爱乌斯利 这应该是乌不是鸟吧 爱乌斯利 标题 A-JJ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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 其实平常不会特别固定 做拥截的影片 但Podcast真的好喜欢 一些ACG的趣闻 划重点的喜爱 上过去的历史等等 还有部工商的推荐 听到花椰菜 小了 哈哈 是花椰菜米 不是花椰菜 花椰菜米 将加个 donné 再搭配AJ 舒服的身线 五星怎么能不给 还有黑鱼怎么上 Packet的声音这么好听 怀疑不是我看的黑鱼 这个肯定是假的黑鱼 肯定是后制修太多了 怎么可能 黑鱼的声音怎么可能 那么好听呢 好了 感谢你的支持 下一位是13同学 喜欢你的频道好久了 肥宅快乐 好朋友聚集所 感谢你们的聚集 下一位是路人乙十四同学 然后他打了一个爱心 稍微评论一下 AJ新开的Podcast 这种访谈节目的话 平常要多练练对话 让舒华听起来会更舒服 这个我刚刚也刚好讲到这一点 本人的舒华不算太流畅 不算太流畅 这点我真的是比较废一点 尽量多努力 这种东西也不是说 我每天就是do something 也不是说你每天do something 不会进步 而是说 以我个人的角度来说 我要花时间来练这个东西的投资效益 可能并没有这么高 除非我今天确定说 Podcast真的非常的适合我 我投入肯定有回报 那我可能就会考虑投入了更多时间训练我的口条 但目前来说都还是一个 算是半实验性的阶段 就是试试看这个市场能不能赚到先有回报 如果越回报越开始有工商进来 觉得回报不错 开始认真的把自己的口条练得更好 然后更认真的思考 我们今天访谈访刚才写的更详细一点 之类的 这个部分也是会再做加强 当然这个前提都是 这个看起来是有搞头的 目前都还是有公司协助 然后我就半轻松的制作 这点黑鱼就做得很好 你不要夸黑鱼 黑鱼不要夸他 真的不要夸他 应该是平常有在开直播的习惯了吧 因为我现在 其实我以前都有在开直播 我确实 其实我真的有觉得常在开直播 你的口条真的还是会更好一点 因为我其实真的也 这段时间比较没在开 所以我自己也觉得 我好像在口条上真的有退步一些 确实 这说话最吃太多 这个真的没办法 最吃太多 我觉得口条会顺 但我觉得最吃还最多 我自己觉得 我自己觉得有点难 因为说话间隔可以剪辑 建议想一下 让言语流畅一点 再说出来会比较好 这个我会多努力的吧 说话会卡通很正常 只能进去去改善 当然这不是专业的建议 平时影片播放起来 很流畅和Podcast 给人有点不同的感觉 这就没办法 刚才也有讲到 写文案都会写的 特别的精简 而且重复的念 也会变得更加的把坠字砍掉这样 最不常交谈的社恐 听AJ说话 感觉好像看到自己莫名的亲切 搞不好这种亲切感就是 我刻意要营造氛围 有没有 我想要让大家觉得 我们大家都是一样的 就有点不太会讲话了 大家Peace 题外话 AJ有玩街机买买吗 没有 其实我以前玩过Rockfever 非常古早的街机的 这个in game机台 但我后来就也没什么在玩 这种in game 很少 被朋友带去入坑就出不来 三级警戒后都不能去打街机 好痛苦 短短五个月打了1144道 那他说一道公定价是30元 所以差不多3400多块吧 那原本每天都去 那现在只能 欸不对 多一个零 应该要多一个零 34000多块才对 不好意思 1144道 3万多块 5个月打3万多块 5个月打3万多块这样都好 一个月6000多块 刚才还不晓得消费的同学 不过如果你能开心 一个月5000多块 五六千块的消费 其实也还都ok啦 花在娱乐费上 其实我自己算一算 我也 虽然可能没有到 一个月五六千块 但其实每个月也会乱买一些 我也想可能 买一点厨具啊 然后这一次想要试什么料理 买一些食材啊 然后可能都会 买错 不是不算买错 就是可能买贵一些东西 或是觉得 试一次之后 发现这个东西根本就 没有必要买 偶尔也会有这种状况 也算是娱乐费的一种啦 所以我娱乐费一个月可能加一加 可能不一定到6000 如果这个月有 特别买游戏片的话 可能会五六千有到 但一个月也是有两三千的娱乐费吧 那如果能开心 你自己经济也ok的话 一个月五千六千ok啦 快乐就好 原本每天都会去打 现在只能在家打空气 希望三级警戒应该有机会解除 算我先不要 希望我们未来结束之后 你可以快乐的去打麦 希望AJ Podcast能做得更好 感谢你的支持 好 那以上就是我们本周的观众的留言 那你有想要跟我聊什么 或者想要鼓励我们也好 想要批评我也好 我都会大声的念出来 只要你给我五星好评 感谢各位 接着是我们的本周主题 那我们本周要讲的是 所有动画的灵魂角色之一 ACG音乐与他们的创作者 那看动画 非常重要的一环就是它的OPED了 那有好的OP呢 它可以很好地把你带入这部动画的氛围 它有点像是 你今天在吃一个set 一个套餐 它的前菜一样 那相信大家都对一些动画 都有它印象深刻的歌曲 像是刚练的RAN 或是最后王冠的拔剑神曲 或是鬼灭之刃最红的红莲华 还有这个进阶巨人 这个AIAEA 那这些OPED相信都对大家很深刻的印象 那我这边讲一个 我觉得在ED的氛围上 真的有我刚讲的这种 带你进入这个作品的一个前菜 我觉得做得非常好的一个 就是命运十字们的OP 大家可能听到这个会觉得 不确定 但是事实上你去听一下 它这个氛围建构 我觉得真的是完全符合命运十字们的设定 然后连歌词都是 它这个完全就是命运十字们打造的 应该是为命运十字们专属打造的歌曲 没错啦 我没有特别去确定这件事 但至少当下看歌词应该是 然后它前奏的这个电子的 这个模糊的音乐一下来 哇一刷下去 然后这个 那个字开始变形 就看那配合那个OP 整个都被带进 命运十字们这个世界线变动的氛围里面了 所以我自己觉得 命运十字们在这一点是做得非常好的 然后还有一些动画 它的OP还是配合画面看 特别的 怎么说 有趣吗 像是我在看虎与龙 托拉托拉的时候呢 OP 就算你今天想跳OP 你一定要先看完大和拉 玩他的袜子 才可以跳 这个是相信有在看虎与龙的 各位同学们应该都有共同的这个回忆啦 那今天呢 我们要聊的 因为其实要说ACG的音乐 真的聊不完 不论你今天是偶像风格的作品 可能有大量的偶像歌曲企划 然后或者是说你今天是古典乐的作品 那有更多的可以聊 那甚至呢 许多的大作 像是宫崎君的作品 他可能都有90让大师的配乐 所以你今天要聊音乐层面 有很多东西可以聊 所以我们今天再把范围说的更小一点 我们今天就来聊聊 就是基本上都是以做OPED为主的 这些音乐团体 然后或歌手这样子 那我们之后呢 有机会再来聊聊制作配乐的 像维普游记啊 或者我很喜欢的牛尾县府 这些配乐大师 那我们今天就来聊聊 就是主要做OPED的这些音乐团体 这样子 好那首先呢 要聊的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团 我觉得今天如果要聊ACG音乐 我从入宅坑以来 我算是我第一个认识到 以及喜爱上的一个团体 叫Supercell 那Supercell它同时很刚好呢 也是皇室战争的制作公司的名称 这个题外话不重要 那Supercell是以一个叫Ryu的人为中心 那他是负责做歌曲制作 然后填词作曲等等的 然后他的其他成员呢 可能就是负责绘图啊 动画设计啊 然后还有音乐影片等等的 也不是说这些部分不重要哦 相当有名的黑炎射手 那就是由Ryu负责制作词曲 然后黑炎射手这个角色设计呢 也是由Supercell团队的Huke来绘制的 那Huke这位大师除了绘制了这个黑炎射手以外 命运十字门的人设 也是他是不是真的厉害啊 除此之外呢 非常有名的VTuber Kiara也是由Huke做设计的 最近Kiara他百万 应该是百万订阅的周边商品吧 我有点不确定 反正他最近出的周边商品啊 那就由Huke绘制的挂轴 非常的帅气 Huke的风格我也是蛮喜欢的 那他也就是Supercell这个团体的这样子 那Ryu他在做音乐方面哦 我觉得他的风格就是主打日式摇滚 J-POP ROCK的这种感觉 那但他的风格除了日式的流行摇滚以外 他其实还会穿插一些其他的像 抒情曲啊之类的 他风格算是有一个主轴 但是也有做一些分支变化啦 那我觉得Supercell给我 也不能说Supercell 就是以Ryu的作词的风格 算是蛮独特的 他不会去怎么说呢 太修饰他的用词 他会用一种很初次想到的这种灵感 然后并没有把这首歌 预计要给人来唱出来 做想象来写这首歌哦 所以他的歌在初期他其实都是让那个初音未来 Hatsune Miku去演唱的 那所以他可以唱出一些 并不是说这首歌的词人类没办法唱 而是相对的他要由Miku的角度来唱 才更能诠释这首歌曲 那其实我刚讲这些东西哦 其实也就是你在Wiki就可以查到好东西哦 但是我是对这一个点哦 有感同身受 我觉得你要理解这件事情很简单的去听一首歌叫做 Ords and Ends 那O-D-D-S And E-N-D-S 这首歌我第一次听的时候是听到哭出来 我真的没有再跟你开玩笑 我这个人我讲过很多次 我的眼泪是超级铁超级硬不太酷的那种人 看什么动画我都哭不出来的那种人 结果听歌会哭 我真的是听歌会哭的人 有几首歌我想一下 我记得我以前听Bon Jovi的一首歌叫做 Welcome Whenever You Are 我那首歌也听哭了 然后之前还有听一首什么东西 刚我一直听到哭 李荣浩的这个年少有为哦 也是听到哭 我这歌曲的这种意境比较能 touch到我的心灵 但我看动画就比较还好 比较奇怪干明就是一个 做动画评论为主的肥宅 然后对于动画的感性却这么低 反正对歌曲的感性比较高 也是蛮怪的 回到我们的Artists and Ames这首歌 那这首歌是 比较像是Ryu本身的一个人生经历的 算反思 反思吗 或是回顾 那其实Ryu一开始他用 Miku在演唱歌曲 然后红了之后 然后开始也有跟歌手合作 然后发专辑 然后渐渐的他到了网路上众人脸下 然后开始也是会遭受到一些攻击 然后最后他用这首歌回归去使用Miku来演唱 我觉得有一种好像在用Miku来救赎现在的他的感觉 那因为可能很容易吃到版权问题 所以我这边也没有办法播歌曲给大家听啊 但大家可以先一边去搜寻先听一次 然后接下来我们再继续聊这样子 大家先去听一下先去听一下 好那他的歌词哦 其实我觉得有几段 我为什么会想哭 我觉得他整体下来 他是一个 其实Ryu还蛮擅长 做成一个像故事的感觉 他有点像是一个 很有脉络的 从头讲到尾的一个故事 那他一开始就是 你一直是被嘲笑的一方 无论做什么都不太顺利 最后还有倾盆大雨 连喜欢的伞也被风吹走了 然后路上的人说 辛苦你了 踩上一脚 你和往常一样被厌恶着 你知道他的歌曲就是有一种 淡淡的说着一个顺着的一个故事 因为有一些歌曲的歌词 他可能是一些 比较临散意境的一种感觉 那Artist & Ants这首歌呢 他选择一个讲故事般直序的方式 来讲这首歌 来唱这首歌的歌词哦 那所以他会有一种层层堆叠的效果 因为故事嘛 一定是起层转合 所以他现在就是一个起 然后发生事情 然后可能走入他的人生低潮 然后最后他得到救赎 然后走到就是故事的高潮这样子 所以他会有一个很鲜明的层层堆叠效果 其实在这个 台湾一定也多少有啦 那日本的话很有名 常用这种做法的 另一位是麻痣准 我们的麻痣大魔王 除了写girl game以外 非常的会写歌 但其实 我不算麻痣的歌曲粉丝啊 一半一半 就是他有一些歌我觉得不错 但他的专辑 他出成专辑的歌曲 我大部分没有很喜欢 但是他for 他的游戏啊 动画做的歌 我是觉得都不错啊 但他个人专辑 我就没那么喜欢 但他个人专辑很喜欢用 类似的方式 就是在讲一个故事 然后一个很完整的故事架构 然后讲一个故事给你听的 那种一首歌这样子 他的这方面我就没那么喜欢 应该说我会有一种 他好像太过分滥用这种形式了 我自己的感觉啦 那我觉得Rio在这方面算是 比较有拿捏一点 就是偶尔几首歌会用 然后偶尔几首歌不用这样子 那马之尊有一种 他好像 因为他是作家嘛 很爱很能写这种故事 所以好像用的有一点泛滥 我自己的感觉啦 好 回到这个Oddisonance这边 那 就是他有这种 层层堆叠的效果 所以 到最后呢 他有一段 我自己非常的喜欢 从何时起成为了受欢迎的你 被许许多多的人夸赞 我也感到骄傲 不知不觉中 你却发生了改变 变得冷漠 却似乎很寂寞 已经有许多机械的声音 说着 我就是我之类的 那终于你也再也无法忍耐 讨厌起了我 那这边呢 他的故事的主角的角度 主观的角度呢 是Miku 所以这边的一些 讲我啊 都是指这个 Miku 这样子 在你背后有谁说着 明明就是狐假虎威 那这边其实就有点在 案子说 Rio 你就是靠Miku 或者你就是靠 Yanagi Nagi 这样子 然后 你一个人 默默哭泣着 听见了吗 这个声音 我会将那些话 全部抹去 我明白了 其实啊 你比任何人都温柔 我当时看到这一段 我是眼泪直接 流下来 我真的是 也自己吓到了 我自己也吓到了 因为 我觉得这种意境 也很像是 你其实很想 听到某些人 对你说出 某一句认同的话 然后 但是 你当然不会直接说 我很希望听到 你对我这样讲 因为可能 我们亚洲人 就是比较含蓄一点嘛 所以你可能就不会说 我想要听到你说 我好棒棒 或者是 其实你 觉得我怎样 我们不会直接 跟对方讲这种话 或者例如说 你可能想得到你爸爸的赞赏 得到你妈妈的认同之类的 那 我觉得 这一句话 你比任何人都温柔 就是 Ryu他实际上需要的一句话 然后 并且 借由 借由Miku来 告诉他这样子 所以我就对于这个情境而感动 那其实我对于有一部动画 他也有做到这一点 我也是 看了当下也是眼泪直接喷出来哦 就是我的英雄学院的第一集 那绿谷初九 他其实就是 他没有那个超能力 他没有个性这样子 然后他想要当超级英雄 然后他一直以来都很努力 想要做到这件事情 但他妈妈都是一直告诉他 好的可以了 绿谷 然后就是 真的很抱歉 我没有生一个超能力给你 然后你已经很努力了 然后但是 绿谷他一直想要听到的 都不是说 你很棒了 你很努力了 没关系啦 之类的 他想要听到的是 你可以成为英雄 这一句话 然后这句话是由谁讲的 他最崇拜的英雄 偶尔麦特讲的 所以当下这个情境 我那个时候在漫画店看这部漫画 我看一看 毫无预警 我就直接哭出来了 所以我对这种情境 是有点没有抵抗力啊 所以我明白了 其实啊 你比任何人都温柔 这句六最想听到的话 由他自己创造的歌曲 那其实刚刚我们前面有讲到嘛 就是他写歌并没有预设 要给人类来演唱 那所以他这个意境 就是要让米古唱给他听 所以你从这首歌就可以 感受到这个Wiki上面 写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 而且他的歌词真的都 怎么说有一种哈兹喀系的感觉 就他也并不是说这个词太羞耻 而是这么直接的一个独白 会有一种真的毫无修饰 很真诚很直接的一种情感 反而真的是让我觉得 他的词确实是让人蛮害羞的 我自己的感觉啦 所以我觉得确实他的歌曲 由米古演唱是真的蛮适合的 当然啦 他后来开始就是跟 Yanagi Nagi 然后Cherry Koreda 合作之后 不同的主唱合作之后 他做的歌曲的词峰也一定是有所改变啦 不过他至少在前期做这种风格的歌词 我是觉得蛮有特色的 那其实我会认识Supercell 并不是因为这种歌 而是一个我非常非常喜欢的动画 如果要说我最喜欢哪部动画呢 就是物语系列啦 那这话物语的这个ED 君の知らない物語 就是由Supercell的Ryu所制作的歌曲 那当时他们的主唱是Yanagi Nagi 那Nagi他有唱过也蛮多动画歌曲 像最有名的一个系列 应该是果然我的青春恋爱喜剧搞错了 那这系列的三季 就对啊一二三季都是由他演唱 而且我觉得他的意境超棒 非常符合这个国青这部作品 就是有一种春天冬天一种来回的这种feel 你知道吗 国青不知道为什么 他的主要的季节 一直感觉都是春天跟冬天 一种错觉吗 反正我觉得他的歌曲 还有他个人的歌声都很适合这种氛围 那Nagi Nagi是他第一任 就是人类的主唱 就是他前面是Hatsune Miku 然后接下来就是Nagi这样子 然后他们做了一张专辑 Today is Beautiful Day 那这张专辑我也是听了蛮多次 我觉得Nagi在各种曲风的掌握上 我觉得都蛮不错的 流行摇滚上 然后还有他很擅长的抒情歌 都是表现的干嘛 台湾国语都是表现的相当不错 那这整张专辑基本上都蛮推荐的哦 首推当然是 这个神曲 那Perfect Day这首歌 我自己也是算特别喜欢啊 因为他歌词有一段 我觉得相当的有画面 他这家是说 在无人的道路中摊开双臂行走着 闭上眼睛之后 我悄悄的在心中下了一个小小的赌注 若从白线落下就输了 我们从前都会这样做 这一整段 哇靠这个歌词你超有意境的 他就是一个 我们小时候都会做的事情 我们今天在马路上看到白线 我们就踩在这个白线上 在人行刀上看到一条黄线 我们就踩在这上面 然后心中就默默的吓住 闭着眼睛往前走几步 都不能掉下来这样子 超级有童趣的 但他就是一件 大家可能不会拿出来讲的事情 但是他把它写进歌词里 我觉得有一种很touching到的感觉 所以我觉得Ryu的歌词 确实是很打动我 非常的打动我 那此外呢 我觉得 想一下 这个Sayonara Memories 这一首也很不错 其实整张专辑都很棒 这张Today is a beautiful day 整张都很适合听 那接下来呢是 他们的下一张 他们应该中间也有出一些单曲啦 他们后来有换了另一位主唱 叫做Coreda 那他有唱这张专辑叫做Ziga Experientia 应该是这样念吧 I am not sure 这张专辑也都非常好听 虽然就是我刚看一下 因为我是用这个Spotify 观看量来说真的是输了一大截 因为他有Kimi no Shia nai Monogatari 上一张专辑啊 所以那张专辑的 点阅量就会差非常多 那我自己觉得Ryu在换了一位主唱之后 他的写曲的风格也多少有点改变 因为原本Nagi的声音的特色 就是比较清澈透明 然后他虽然对于这些轻摇滚的掌握度 也相当不错 但我觉得相对他可能比较适合一些 慢歌情歌 那比较 比较重一点点的感觉 那Nagi就相对的 我觉得没那么适合诠释 但是Koreda完全不一样 Koreda是一个非常豪放的 这个声音比较强势的一个女生 那所以像是很有名的这个My Dearest 那是罪恶王冠的OP 那这首歌你就可以感觉到 他的声音是有一种 怎么知道 像很灰洒 啪洒出去的这种feel 他当时在演唱这个歌曲的时候 好像才15岁而已吧 所以他就有一种青春的放荡不及的感觉 我觉得非常非常有特色 所以我觉得他算是帮他量身打造了一些 比较不同风格的歌曲 像我觉得拍手喝彩歌和 然后还有Mr.Donner 这几首歌都相对的 风格我觉得跟他 Today is a Beautiful Day 就蛮大的差别 然后The Bravery 这首歌也相当的不错 也是蛮适合Koreda的歌曲 但是也并不是说Koreda他就是这种比较豪放帅气的风格 他就不会让他唱一些比较慢歌 银色飞行船这一首 我觉得相当的不错 而且更展现出Koreda在比较相对比较沉静的这种歌曲里面 他能把他的情感投入得非常的深 你可以感觉到他就像把自己的灵魂 把自己的一切唱进这种歌里面的感觉 所以要说Supercell里面 我最喜欢Nagi还是Koreda 我真的也是有点难抉择 我真的两个都蛮喜欢的 所以不论是Today is a Beautiful Day 还是ZEGA这两张专辑 我都非常推荐整张拿去听 我其实是蛮喜欢整张专辑听的 我其实应该说一个以前听团歌的习惯 因为有一个团叫Pink Floyd 然后还有一个叫Radiohead 他们的歌其实都比较适合听一整张专辑 而不是听一首歌 所以我后来也发现听整张专辑 有听整张专辑的乐趣在 因为有时候其实也不只主打歌好听 可以挖到一些宝这样子 所以Supercell的这两张专辑 我也是非常推荐大家可以直接整张刷下去 那我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就对于Ryu的作品 不知道为什么就有一种 好像有点逆调的感觉 应该做Supercell风格的作品 因为他还有另一个团Egg Oster 那个团的歌我都还蛮喜欢的 到后期还算蛮喜欢的 那只是Supercell这边 我不知道为什么 是维持这个轻摇滚的调性 就是做变化 但是可能这个 好像有一种卡在同个套路里面的感觉 所以就好像有点了无心意 我自己的感觉是这样 然后他最近比较新的歌曲 因为这次要做Supercell 所以我就想说听一下他新的歌 感觉好像混了一些电子之类的 刚好也没有达到我的点 所以我就发现我好像从后期 就比较没那么喜欢Supercell的歌曲了 不过至少前面是都蛮喜欢的啦 整整两张专辑我都觉得很好听 已经是很厉害了很厉害 那我们讲完Supercell一定也要讲另一团 Egoist 因为基本上就算是同一团啦 因为也都是以Ryu为主要制作音乐这样子 不过我好像看Wiki Ryu好像是不是已经不是Egoist团里面的人了 这个细节我有点不确定 因为我自己看Wiki是写Ryu已经离开团队这样子 那这方面我就比较没那么熟啦 所以大家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在下方补充一下 那我们今天就主要聊音乐的部分 那Egoist它最大的差别我觉得除了主唱以外 曲风也有很大的变化喔 那刚刚有讲到Supercell我觉得它是以这个流行摇滚为主 那Egoist的话它比较是带有一些电子要素 然后比较多合成器的效果 就是如果你今天是乐团编制的话 你可能就是吉他鼓贝斯为主 然后可能加个keyboard 那它就是一个比较单纯的这样的一个编制 我自己其实是最爱这种编制的啦 因为我就是一个听团仔 然后但是这个Egoist的话 它很多的音乐的效果 它可能不一定是用就是吉他 它可能很多都是用一些可能要电子的效果啊 合成的效果合上去的比较特殊一点啦 那但是我觉得它的风格还是蛮棒 我自己也很喜欢这样 虽然我刚刚有讲到 我其实对于一些电子风格的乐曲 其实是没有那么喜欢的 但我觉得Egoist它算是采在一个很流行的风格 然后带一点灰暗 然后一点点这个神奇 不知道来自哪个世界的这种神奇的音效 非常神奇风格的一个乐团喔 然后加上主唱Cherry Cherry他当时也是跟Corda同时在 这个争选活动上脱颖而出的主唱 那Cherry在当时才17岁而已吧 就刚开始加入Egoist的时候 也是非常非常的年轻喔 他的风格算是蛮特别 非常的空灵 其实我觉得这几年这样的声线越来越多了 但是Cherry在当时我觉得算是蛮有特色的 他非常的虚弱的感觉 但也并不是说他的声音很单薄什么的 要说单薄好像也有一点点单薄 但他并不是不好的那种 他是有他的特色之类 因为他的歌曲确实要有 他这种有一点淡淡的 好像有一种幽灵的感觉的歌声来演唱 才有他的氛围在 如果你有太强气的声音去演唱的话 反而失去了他这种味道 那当时我第一次听他的歌曲呢 就是Psychopath的这个ED Namae no nae kaibutsu 然后还有他的这个第一季下半的 也是ED这个All Alone with You 都是由这个Cherry演唱的 然后还有他的第二季的 应该是ED吧 Fallen也是他演唱的 都很有他特殊灰暗的这种味道 然后又有一种 对就是Ghost 他就是一个幽灵的感觉 不过他的歌曲 我就没有像Supercell这样 哇前几张专辑全推全吃 超喜欢这样 比较是他的可能专辑里面 我某几首歌比较喜欢 像罪恶王冠的这个Depatrice 然后还有The Everlasting Guilty Crown 这几首 然后还有刚刚讲到的 刚Psychopath的 那几首我觉得也都相当的不错 算是比较挑某几首 比较在听 然后近年有一首 我特别特别喜欢 是跟这个Amate唱的 这首叫什么Nightline 那是加铁城的卡巴内里的ED 虽然我觉得那一首他比较 他的气势比较弱一点 我觉得那首歌基本上 Amate主导比较多啦 不过他那首还是表现得相当不错 然后还有就是 Ghost of Smile这首 这我也非常喜欢 那他前面刚讲到了 像Namei no nai 开不辞 然后或者是 这个网关那几首 他的配乐都是比较强势一点 那Ghost of Smile就是比较 算是让他的个人演唱功力的一个solo的感觉 对他是一个比较背景比较轻一点 然后展现他声音为主的歌曲 那是一个抒情歌 那大家也可以去听听看 可以很 我觉得如果你挑好一点耳机的话 会真的很起鸡皮革 大家感受到Chelie的唱功也是非常的强 我觉得Ghost的整体上 算是风格蛮独特声明的 除我刚讲到 就是Chelie本身独特的声线 然后还有这个 Ryu在编曲上 使用了大量的 不知道是什么的 这些合成的效果 然后弄出他这个 很灰暗音乐风格 他其实在他一些 我觉得声音的编排上 也跟一般的团体不太一样 像一般的团体的话 你会觉得说 一定是乐器来映衬人声 但有时候会觉得说 他好像在Echoist里面 他是把Chelie的声音 也当是平等的乐器一样 他并不会特别的要让 乐器来衬托Chelie 他有时候是让他们很 算是蛮 差不多大小的声音混合在一起 算是一种蛮微妙的氛围吗 我觉得这是 可能Ryu想要呈现的 比较特别的一种感觉吧 那像是这个 菲塔普克法的这个 这我叫做什么 命运英雄之师 还是英雄命运之师 这有他的OP 当时也是被骂到爆 我觉得他这首就是很标准的 他没有单纯的说 让Chelie的声音就是主轴 这样子 他的配乐其实 跟Chelie的声音算是一个 互相在对打的一种氛围 在演唱这首歌曲 那我觉得算是 Echoist偶尔会用这种方式去混音 算是比较特别一点 还有像是其实我觉得 这个王冠有应该是他的OP吧 我觉得那首歌 他的那首歌就比较没那么明显 但我觉得他人声也相对的 以这种感觉的歌曲来说 人声应该要再更大一点 但我觉得他相对也没有让他太大声这样子 那我觉得这个就是因为Chelie他独特的神仙 很适合做一种 硬秤 而不单单是主唱 他当然也可以当主唱 但我觉得他当硬秤也有很特别的 氛围 那我觉得Rio就把这个地方发挥的 蛮有趣的 有时候我不能说真的到很好 因为像Fate那一首 到底要说好还是不好 干我其实也没有一个很定论 因为我觉得听起来是蛮奇怪的 但我觉得这个做法是算是有趣的啦 一种特别的尝试这样子 不过当时被大家骂爆就死了 那当然还有一些是动画本身自己的问题啊 不光是他自己的问题 好啦 那我们今天聊Supercell 跟Ego 蛇就聊到这边 你知道其实今天我们原本准备的是 还要聊就是Amazalashi 跟还有很多其他的团丽莎之类的 那只是今天呢 这样算下来的话 靠这个时间已经超级超标啦 哥 原本想说聊个40分钟就好 这个节目已经录到50分钟啦 好啦 那我们今天翟漫漫说就聊到这边 那如果有任何想要留言跟我分享的话 欢迎到Apple Podcast 给我们五星的好评 那我下一次节目 如果有累积到大概四五则留言 我就会回复给你这样子 或者是你有其他的想法的话 也可以直接在YouTube下方留言 也是OK的哦 好 那我们翟漫漫说 下期再见 拜拜